好的 歡迎回來樂世界喔 那我們一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訊息 樂世界其實上班的時候都坐著 就坐辦公室那 坐著坐著那肚子也越坐越大 啊其實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它其實有提到說 你的人要有自信的話呢 你的那個舉手投毒要就是 稍微的不要說 然後要往 要抬頭挺胸 那你的那個 你可能要面試之前呢 你要做一個比較大膽的動作 可能是 就是讓你比較有自信的動作 那那個動作不好展示喔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在講的是說 你透過某些動作來增加你的信心之後 你的一些什麼 身體的什麼 什麼術什麼術會往上提升 那個名詞 我記不太住了 那其實這裡的話 它還有提到一些一個 複式呼吸法 我覺得它 我看來查了一下 它說 複式呼吸法又可以讓你受傷 那我覺得我們就不妨來試試看 其實它這裡有提到說 那個你吸氣的時候啊 慢慢的用鼻子去吸氣 然後你吸 吸到很滿 你就吸到滿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 橫割抹下降 其實越世界沒有感覺 那這時候你的 肺部啊 跟那個腹槍啊 都會充滿的那個氧氣 那吸很久 那你 吐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微微的把嘴巴張開 然後慢慢的吐氣 然後不要中斷 把你肺部的一些 肺啊 胸啊 腹部的一些廢氣 完全的排出 讓你的肺跟橫割抹可以回淌 然後 來吸入 新鮮的那個氧氣量 那其實 有些 那個 說 複式呼吸法的人呢 他都會說你吸氣 然後吸完之後 吸氣跟吐氣 吸氣大概可能 假設是3秒的話 吐氣可能要來到10秒 你就慢慢吐氣 慢慢規律的吐氣 然後 然後1分鐘做個5次 我們來試試看吐 吸氣 吐氣 然後你就做個5次 聽說是蠻有效的 然後我看有些那個 你要做啊 做到你吐氣的時候 其實你的整個那個 腹部啊 都是有在 往內縮 然後有點出力的感覺 那你就可以把你氣完全的排除 但是玉世界覺得啊 我在吸氣的時候啊 吸不太棒 你知道嗎 感覺吸沒幾秒 我不知道大家吸氣可以吸幾秒 我要吸個2-3秒就 就好像沒辦法吸氣吸下去 好啦 這個 這個複式呼吸法呢 就 提供給大家 然後如果說有興趣的 朋友們 我也會把那個相關的那個網址 放在那個影片的那個 資訊欄下方 然後供大家做參考 今天想要更正一個訊息喔 玉世界昨天在拍影片的時候 有講到我們那個 那個 換魔超超啊 其實 他的那個 禮包的部分喔 我本來以為他的剩餘1是每天都可以買1喔 所以玉世界就建議大家可能買這個買個3包就夠了 然後你再加上你的那個白嫖 也不算白嫖 就是 你解任務 其實如果像無課玩家的話 應該沒有辦法拿到這個最終大獎 應該很難 幾乎是拿不到 因為假設你一天 只能解3次到4次 開啟3次 4次的箱子的話 7天 7天也只能來到21或2幾次喔 如果能拿到這個箱子就不錯 就不錯 所以大概只能拿到16個那個 這個魔王 天魔令喔 天魔令喔 那如果說你有在花錢 當然我覺得 被大家很詬病的就是這個喔 要儲值累積60塊元寶 我覺得 真心的建議官方喔 這個 這個東西就不要這樣射啦 我覺得這樣的話就是強迫玩家一定要儲值 當然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說 這個60塊的門檻 太 不算高 但是我覺得他相對應給的一些獎勵沒有說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說 那個 官方可以佛心一點喔 那你 你可以 這樣設 即便你 假設好了你可以 多設幾個 那個 獎勵更多的東西回饋給那個玩家 就算你儲值好了 你如果說這裡儲值大概好60塊那我寧願你這裡不要放那個銅錢 你可以放一些 比較有價值的東西喔 那我相信 一般的玩家就可能會願意為了他而儲值 如果說你 為了那個5萬塊的銅錢 然後去除60塊 價值60塊銀寶 我覺得相信應該也比較滑不來 比較滑不來 那我覺得說 建議官方應該 可以改掉這個獎勵 不是針對無課玩家 我覺得 對這個應該也是對於有消費的玩家一個比較好的回饋的寶藏 那 無課玩家當然就是無法拿到相對比較大的獎勵 那 再回頭更正一下 這個訊息喔 這裡的那個 神魔商城這裡 他都剩餘一喔 因為世界本來以為剩餘一是一天只能買一包 但後來好像有玩家證實了 其實一天 他只能買一次喔 只能買一次 也就是說 其實他也算得好 如果說 真的其他拉掉其他不要講的話 你 買這個 這個四包跟買這個四包剛好就可以讓你 確定 再加上這個一包吧 就應該有機會 確定可以 拿到那個 兩個 外觀喔 也就是說 神流貝跟那個 魔潮潮的外觀 不對這是四次嘛 所以我說錯了 不好意思 這個只要買三次喔 這個買三次 各買三次 你就可以 完全有機會 但是其實你可以不用馬上就買 你可以在 把任務解完之後 你開始 其實他這裡有講到 每一個消耗天魔力就可以翻一次牌 那其實 那個 這裡你可以放入大獎 然後 其實你抽到終極大獎 或者是說你抽取 他有兩個 進入下一輪的條件 第一是你抽取到終極大獎 第二是你把35個整個抽完翻 因為世界以為是要整個 抽完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輪 所以說 在這裡跟大家說真抱歉 更新一下 我的說法 那你如果說真的很幸運的話 或許真的有機會 不用花到那麼多錢 所以說你可以 一包一包慢慢的 如果真心的想克 然後一定想要拿到那個 外觀的話 我覺得 你應該可以先克個這個一包 因為 我覺得 這裡才 這跟這裡差五個 五個那個天魔令喔 那但是其實價差也蠻多 這裡應該我看一下 這裡630嘛 那我看一下這裡 這應該破千了吧 應該好幾千了 他彈出來是多少錢 這也就1590耶 跟我越世界算了我以為 這個三包然後大概1890是差很多的 所以這個 其實整個外觀如果真的硬要 硬要花起來的話 至少 這個要一包然後這個要兩包 那 看得起 出來的話 假設如果一樣都是49.99 我覺得下面這一包應該會比較滑得來啦 如果說不要看這個 警斷的話 你不缺美人東西的話 我覺得 聖氣之魂跟神兵之魂 反倒是比較 欠缺的 建議 如果真心要買的話 可以買這個兩包 如果是運氣真的很差很大 情況之下 就這個一包 然後再加上這個兩包 應該就可以 結束 應該就可以結束 那如果說你運氣特別好的話 你可以先買一包一包去慢慢做測試 然後你就把它開一開 你有機會 直接抽到終極大獎的話 你就不用抽到 花到35個天魔令 你就可以直接進入下一輪 那 他 他要進到第3輪了 才可以換得這個 這個 算是 碎片 但是這個也是終極大獎 也就是說今天 這樣子是要進入第4輪啦 因為他 終極大獎只有一個嘛 那他這個 領到之後 就可能要再進入第4輪才有機會 領完 我覺得也不是很花得來 但我覺得 呃 就看各玩家怎麼去抉擇 就看各玩家怎麼抉擇 那像越世界的話 我一定會選 如果說無課玩家我一定會選這個 聖氣之魂 聖氣之魂 怎麼說 其實 呃那個 神兵之魂也比較 不好 不容易拿到 但是其實 聖氣之魂的話 如果說就CP值來說的話 我覺得 神兵之魂可能比較高點 因為神兵之魂是 不分各國 他就是全部屬性往上堆疊 那聖氣之魂的話 就單純只是否某一個國家的武將 也就是說你走 像我走極限章了的話 我就是一定 衝在那個衛國那裡 然後 他只能否衛國 但是 因為 我真的缺這個 聖氣之魂 所以說我覺得 我會先換聖氣之魂 那昨天 提到說 龍魂玉也可以換 如果說你真的缺龍魂玉的話 但如果說硬要說 那個無課玩家比較不好拿到的東西的話 我會建議 那個聖氣之魂跟神兵之魂 你可以各選 其中各選一個啦 那 其他東西可以 可以換 這個東西不是 不能換到 但是其實 透過成戰禮包去換的話 月世界有試過 45包 一定會中 45包一定會中一些 聖氣之魂跟神兵之魂的材料 但是你就是要花上很多個時間 因為一個禮拜只能買5包 那 假設我要 充 5包的話 我至少要買個 10包吧 我猜要50包 你50包來開會比較好 越世界之魂說是45包 那其實如果10包的話 將近 兩個多月嘛 快三個月了 三個月你才能去買 買這50包 然後再出來抽 這個 時間點就 差人家很多 差人家很多 但是 對於無課玩家來說的話 能 能拿到聖氣之魂就算不錯了 所以說 你如果說有機會可以透過活動拿到聖氣之魂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以聖氣之魂或者神兵之魂去做參考 那另外在這個 中橫天下這裡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也是很機車 要花2000元寶 現在月世界就要存元寶 然後又要我花元寶 但是你如果說不花的話 你可能拿不到這個天魔令 那其實還是要去稍微賭一下 雖然說運氣有點不太好 但是 如果說硬要花元寶的話 月世界會建議大家 因兩個地方 第一 你可以花在 鍍魂那裡 也就是說 當然有人說 這個400塊 才一個大便 很貴很貴喔 但是沒有辦法 除非說你要花 台幣 不然的話 你不花台幣你只有在這裡才有機會 拿得到那個大便 以及 解任務 但是任務最 最終解到後面 其實能拿到的大便其實有限了 能拿到的那個 鍍魂的道具真的有限真的有限 所以說你最後最後的話 你想要把你的 第一支武將跟第二支 武將要鍍魂鍍滿的話 只有一三招 我不是說全部喔 只有一三招鍍滿喔 那都要花很多 元寶在在上面喔 那其實後面的話 還要去 開專屬的寶 寶物喔 那都是需要 很多大量的元寶 那 我會建議 剛才的任務的話 可以解不是不能解喔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把握每一次有機會可以拿到 像 聖氣之魂或神兵之魂的機會喔 那所以 硬要解的話我覺得CP值最高應該是去做符石的探索 符石的探索 那我們就做一次符石探索就好了 看一下能達到什麼呢 符石探索 哇4顆子 運氣還算可以啊 五位 謀士 好爛喔 好吧 那這樣的話就應該差不多可以 可以把任務截起來了吧 看一下喔 對啊這樣就有2000了是不是 還沒 還有290 然後挑戰擂台10次是不是 好忘記去挑戰擂台了 16名 這類台挑戰就沒有問題了就可以挑戰 把他挑戰完 我可以贏Iowa啊 見鬼了我一直 我一直都輸他為什麼會贏了 我們看一下怎麼贏了 我每次都輸他怎麼會怎麼見鬼了 我什麼時候變強了我都不知道 好開心喔 我一直壓不贏他耶 你看所以這個時候先把他的 鼠冠儀收掉我們的 贏的機會就高一點 然後他就神照上來 其實神照上來的話我們 屬豬也上來了 所以說屬豬 幾乎就是專門在剋神照 然後他這個套子再下來的話就看一下章鳥怎麼發揮 其實有時候看那個套子 然後看那個 神 神盤龍去炸也是蠻爽的 哇他的魔關魚很痛耶 我沒有霧連好可惜喔 他的蜘蛛格也蠻會閃避的 他人的大風吹打起來也很痛耶 他的魔關魚一定有 我猜應該有鍍魂吧 應該有鍍起來喔 我在猜我不知道 等一下看一下知道了 但是我其實幾乎都沒有贏過愛爾維拉 他一直都在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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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麼贏喔看一下 神道在打人是很痛喔 靠喔 我這樣能贏 這樣能贏喔 這時候是帶高級嗜血喔 居然不是帶必殺 因為我覺得玩到後面的話 有時候發現我覺得高級嗜血也不是 很差喔 不見得會比 那個必殺還要差 雖然說必殺 可以增加很多暴擊力喔 但是其實高級嗜血反倒是可以讓你的整個 生存力提升 喔 砰一聲 差一點就拔成瘦 所以說有時候 帶套子反而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帶套子就是 異傷結果大家一起死 反倒是神諸葛 會有點拖累大家的感覺 我覺得啦 那這樣就贏了 這樣就不用看了 好 我們終於贏他了 然後 所以 這裡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 它不是解箱子 它是解次數是不是 解完一次就會有一格 一格是不是 剛才是 不對啊剛才是 3 剛才是4吧 這是怎麼啟動的 啟動寶箱 對啊這個寶箱點了就會啟動 但是 但是大概都只能 最多只能極限解到 1 1 2 3 4吧 每天如果你運氣很好的話 他都不是什麼 副本要打你刷15次的話 可以解4次 如果最少的話應該可以解個3次 反正我覺得 最終的這個大獎是很難拿得到 但是你還是可以考慮把 元寶花在相對應 一定要花的地方 然後就把它把它開下去就沒關係啦 像這個 絞匪啊一定要絞的嘛 那就無所謂 那就來絞絞看 這樣攪一攪隨便 可能就會破 破200多了吧 哎唷今天運氣不錯呢 都直接紫色然後如果說是這個奪寶券的話 6張的請你不要接喔 6張的不要接 死屍 我要來個那個更好的傳奇 傳奇 然後不用 不要 原寶的話 盡量不要一定要刷到那個紅色 有紫色就接 不用浪費原寶 我覺得 原寶還是很重要 好 應該是可以了啦 夠了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有 這樣就有7次了喔 我相信應該有機會可以領到這個第3個獎勵啦 但是第4個獎勵的話就 就這樣子好有點困難 然後面試魔王我們再來打一下好了 今天 看能配對到誰 我還是想要把我的那個 關羽放下去好了 對 哎唷為什麼配對到 490萬的 好弱 傷心 好吧 我們一個人就能打111了 他只能他只打2000萬而已 哭二耶 可惡耶 傻眼 這個系統真的亂配 至少配個500萬給我嘛 怎麼那麼過分 大家如果覺得越世界在影片裡面有講錯的啊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讓越世界知道 哇怎麼只有9000萬而已 哎呀 因為有時候 有可能資訊會錯誤啊 哇 這個更慘 算了 喔這個還可以 119 他 配對的那個隊友沒有很好的話就沒辦法發揮比較大的效益出來 112 好吧 其實真的我真的覺得魔超超的這個 蠻帥的 如果說 真心有愛的朋友的話 我建議可以把他剋下去 呵呵呵 但如果像越世界這種無剋玩家的話就賣笑熊就賣笑熊了 好啦這是我針對 那個神魔商城啊修正喔 所以說我就 我上這影片真的說錯 他剩餘1的話他就是只能買一次喔 不是隔天 又剩餘1喔 所以你真心要去買那個 超超外觀的話 魔超超外觀的話我會建議你先 如果說你真的 剋金不怕的話你就是想要東西的話 你就大方的剋下去 如果說你是想走一個 急省的狀態的話請你把任務解完之後 再搭配去買先買這一包 然後再買這一包喔 慢慢的去買然後 抽去抽喔 因為有機會抽得到的話 你就可以提早結束 不用 不用花那麼多錢 我覺得錢還是要打在 比較實際的上面會比較好一點 那以上是越世界針對這一次的那個 昨天影片喔做修正的版本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影片中 還是有任何錯誤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方幫我指證一下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歡迎在右下方幫我按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